那下一位可以分享者 歡迎怡萱 大家好 我是怡萱 然後我是名傳人上年級 然後我覺得剛剛就是聽到很多 真的是很不得了的 就是平常不會接觸到的人 因為其實我覺得 其實焦點對我來講是一個契機 就是其實當初我是因緣機會下就來到第一次參加名傳的焦點 然後因為那一次呢 我就開始覺得生活中開始會有一些轉變 因為其實我大一大的時候 我真的是一個非常認真的人 因為我大學的時候 我高中是一個很沒有目標的人 我就沒有在讀書 所以我才會就考上名傳大學 但是到了大學 因為我找到我自己方向 因為我真的非常喜歡設計這種東西 所以我非常非常的努力 我就是每天人家做一份作業 我就做Double 我就狂做作業 因為我以為這樣子自己就會變得很厲害 但是我覺得到了大三 我發現我錯了 我覺得在設計這個領域裡面 我覺得厲害的人太多了 我覺得重點是 你要創造出你自己的不同獨特性 還有你要有一個很正確的態度 還有你自己 很多很特別 比較與眾不同的能力 還有想法 然後就是因為 因為我大三的時候 我大二的時候就開始意味到這件事 所以我開始去做一些我自己曾經會很害怕的事 像是我自己就是某一天我就覺得 我就跟我媽講講 就說媽 我這個暑假 我要自己去自助旅行 所以我就找了 因為我媽說女生實在太危險了 所以我就找了我的同伴 我們三個就是 就是講好 然後馬上訂了機票 然後就馬上決定去自助旅行 訂了機票之後就不能回頭了 然後就馬上就去自助旅行了 所以我就開始做了 我的人生中一件 非常自己覺得從來不會想過會去做的事 就是到澳洲自助旅行 或許自助旅行對大家來講不是什麼很難的事 但是 重點是因為我們做第一次自助旅行 而且我們是非常非常省錢 客難的自助旅行 真的是背包客 然後就住機場什麼的 就是 就是盡力挑戰自己很害怕的事 就是你挑戰一件之後 你就會開始覺得根本也沒有什麼 反正你做了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 好像就是這樣子而已 我就開始做一些我自己覺得很害怕的事 然後開始去面對這些事 然後參加澳洲自助旅行完之後 我就覺得天啊 我已經愛上旅行了 所以我之後 寒假的時候 我就又去參加了 維克志工隊 他是我的 就是同一個機構的 然後我就去了尼泊爾 所以就去了這兩個地方之後 因為其實維克這個機構 當初你去看網頁簡單 你會開始發現 其實它上面寫的可能都不是一些 會快樂 可是你會覺得不會是一個生活環境很好的地方 然後我覺得那才是一個挑戰 所以我就去了 然後之後我就覺得 我的生活越來越多轉變 而且我就發現我自己 越來越多獨特性 就是越來越 就是越來越有獨特性 當我在跟別人講話的時候 我會覺得我的思維 或是一些思考 就是一些想法 會越來越跟大家有一些出入 但是我覺得雖然不一定是正確 但是我覺得這是好的 就是開始會思考自己 有關於自己的不同的就是方向 對 然後這就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我們最近 因為焦點關係 我認識了 我不知道大家認不認識胡廷碩 還有Theresa 就是他們 我不知道Theresa是不是就是 廷碩是NI的 然後他 其實我們本來是幫他們做視覺 然後之後就加入 因為真的覺得 天啊 我好喜歡這個活動 我就 我們 我和雲一還有 還有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 就是自從道合的朋友 我們就參加了這個計畫 他就做社會創新巴士 然後 他是九天 然後一台巴士 我們會租一台巴士 然後我們帶著四十位 勇於挑戰的熱血青年 然後我們會有七場工作坊 還有五大社會議題 我們去探討這個社會現在存在的一些問題 然後呢 就是 其實我們最主要的就是剛剛 大哥講的就是我們是社會企業 對 這是我們的海報 然後 就是我們想探討的是社會企業這個東西 然後我們想要做的是一個永續性的發展 然後大家可以看一下 這暴明時間是 五月十九到六月三十 大家可以幫我們宣傳一下啊 然後活動時間是八月九號到八月十七 總共九天 然後剛剛大哥講過 所以我覺得我就跳過這個 然後我們的理念就是 我們想要就是讓 讓同學們 因為其實我也在 我參加他們的活動 我也是在跟他們學習 就是我覺得他們的很多很多方式 都是我們當初沒有想到 而且我們設計領域裡面沒有接觸到 可是這才是可以增加自己 跟別人不同作品有一些很獨特的 獨特的特質的地方 就是這是一個養分 我覺得是非常重要的資源 然後他們的想法就是想要 帶著這些青年呢 就是包括我們這些 所有的大眾院校的學生 我們要到一些地點 像是我們現在確定地點有長青春 長青春就是一個九二二一正垮的一個村落 然後那邊的爺爺奶奶就非常的神奇 他們非常的厲害 他們就是有人帶著他們就開始 把他們的村莊變得很與眾不同 就是大家可能會想像中 我們之前想像的一些小村莊 就是老人就是沒有什麼 老年朋友們就沒有什麼目標就坐在椅子上 然後就會開始聊聊天 然後就是其實我覺得這樣 他們都覺得這樣子 就是那個帶動他們改善那個村落的人 就覺得這樣不行 他覺得就是這些年紀那麼大的朋友們 他們一定可以做出更不同的事 所以他們就帶著他們去改變那個村落 那個村落就會變成就是變成一個很棒的地方 像是有什麼公共設施 公共設公共造景 然後還有一些像是什麼咖啡店 就是很多很多很不同 可以可以讓就是現在在都市們 就是都市裡面很繁忙的上班族 可以休息的一個地方 然後那個地方就是 雖然是組合屋 可是裡面的東西非常的齊全 然後它也非常的在地 就是深入一些農村那種感覺 然後這個長青春我們會進去裡面 我們會到裡面去 就是在那邊住 住點幾天 然後我們會對於當地一些 可能一些設施 然後提出一些建議改善的方式 然後再來我們第一個地點 第二個地點就是後壁商的土溝 土溝就是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一定一定聽過吳米勒 那個地方 土溝那個地方就是吳米勒的 就是那個開始的起原地 然後那個我們會在 也是在那邊住點 然後那個土溝那個地方是 台南藝術大學的一些學生們 然後幫他們改善的那邊原本比較 比較破舊的環境 他們就多了很多 像是什麼圍牆插畫 很多很多 還有一些很棒的公共造景這樣子 然後那邊是非常漂亮的地方 然後我們也會到那邊去住點幾天 然後再來是 還有小鎮文創 小鎮文創就是一個機構 它是想要把台灣一些比較弱 怎麼講就是弱勢的鄉村 然後把一些重點 一些他們的資源還有一些 他們當地的一些特色 然後就是利用他們的機構方式 然後將他們發揚光大 讓大家看到他們那個 每個小村莊就是 就是沒有被看見的那一面 對 然後都是一些很棒的很棒的地點 然後我就覺得就是大家如果有 大家如果能可以的話 我們到時候我們SIB的 FB的那個報名網站 我們會下禮拜就會上 就會上FB就是會開始宣傳 然後大家可以幫我們宣傳一下 然後我是想要跟大家分享就是 因為我剛剛真的聽到好多就是 我覺得很很有很有共鳴的想法 就是像是剛剛Peggy講的 我覺得就是真的是很需要 我也是一個很想要一直往上爬 因為我覺得我之前就是在大學之前 我覺得我一直在浪費我自己的生命 然後我覺得我現在想要 然後我想要趁這段四年有限時間 然後想定辦法想把自己充實 充實一直在充實 然後讓自己變得很與眾不同 然後所以我覺得我非常認同 剛剛Peggy所講的 所以我覺得真的太棒了 對啊然後我也覺得大家可以 大家可以就是盡量讓焦點 就是宣傳焦點這個活動 因為我覺得這真的很棒 這真的會 真的會 改變一個人的思考模式 還有 會讓他的生活 轉移的方向 就是 會找到自己更不同的 更 就是從 從來沒有想到 會讓自己變成這個 這個模樣 就是因為焦點 會開始發現自己 好像可以做更多事 然後你可以 你會發現你自己的時間 可以更善用 然後可以 就是讓自己的人生 非常非常的充實 對 然後我的發表 表 我的 嗯 分享就到此為止 這樣 謝謝大家 我 是 我